保時捷旗下電動車在全球熱銷 其中巴拿馬及貨輪 就是要從德國埃姆登港口起航 準備將福斯集團旗下的一批新車 包含保時捷 奧迪 藍寶堅尼等 運至美國羅德島進行交付 沒想到貨輪卻起火 裝載的電動車 加大就有難度 根據統計 船上的汽車總價值約一百二十一臺幣 其中福斯集團的虧損元六十億元 加上原本金片荒就缺車 訂車的車主恐怕要登更久 如果你的車是在這艘船上面燒掉的話 那當然就要重新再排程了 因為很多都是手工訂製車 所以他們的這個後車期本來就長 重新再排一次的話 那應該是會更長 訂機號車階段生產 本來就要約三到六個月 碰上零件短缺等了至少一年 如今要交車的全燒掉了 車廂損失慘重 車主等候遙遙無疾 三選許之小黃牆開不倒